印度这次大方出手800亿基建订单 并且还想让中国来修建 不料中国直接回复 你想都别想 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一招先知变天 曾经依靠套路俄罗斯得到天然气的印度 如今又想用相同方式蹭中国的基建 印度打算建设一条公路 预计投资800亿 而这个大单 莫迪想交给中国做 还宣称中国如果接下了会赚的盆满钵满 难道天上真的会掉馅饼啊 要降富先修路 可谁也没想到 自称高速公路基建大国的印度 竟然只是搞了很多的面子工程 如今下不来台的他们 甚至还要寻求我国的帮助 根据印度官方给出的数据来看 在2022年时 印度的公路里程甚至能够排在世界第二名 总长度超过了560万公里 追溯到最早的时候 可能在19世纪30年代 印度就已经开始着手第一条公路的建设了 这条公路具体往返于加尔各达至白沙瓦 是印度非常重要的交通线路 而他们之所以要大兴公路建设 就是因为印度平坦地势较多 这能够为之提供良好的基建基础 并且通过公路的连接 也可以将各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 然而在印度光鲜亮丽的公路里程背后 却有着不能与人诉说的难言之隐 原来 印度公路网的承载是远远超过普通水平的 几乎每时每刻都保持在过载的状态之下 可以说国内超过八成的货运都需要使用到公路运输 然而在交叉挫杂的公路网内 却只有过万里程的道路能够勉强被称为单车道 其他道路不是坑洼就是修建质量不达标 为了改变现状 印度最终决定修建一条现代化的高速铁路 其政府也终于在2015年时 开始着手探寻孟买 爱哈迈达巴的高铁的修建可能性 据了解 这条高铁在修建完成之后 总长度1386公里 最终需要投资成本也将高达130亿美元 也就是说 让这一高铁完工需要支付的费用 甚至已经超过了880亿人民币 虽然印度上下国民旗新协力 但依然无法避免万事开头难的境况 虽然当局早早开始动工高铁建设项目 但直至最近也只修了246公里 面对剩余的1000多公里 当局却已无法再付出足够的精力 污力及财力 项目一度达到了停摆的程度 深陷基建泥沼的印度 竟有意将这一大工程拱手让与中国 原来 为国内铁路升级 已经成为了印度必须要正面面对的一个艰难课题 对印度来说 最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 旧东西缝缝缝缝的性价比高 还是重新买一个新物的性价比高 在经过两箱衡量之后 印度最终才下定了要修建新高速铁路的决心 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呢 据了解 2017至2021年这段时间内 印度有超过10万人在火车事故中受伤或死亡 可即使火车的运行危险系数如此之高 其每天的载客量也能达到2500万人次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指数 由此说来 印度方面已经在因为受到老旧的基础设施的影响 而被阻碍到国内的有需发展了 再期望不渐进头头 回不去以前的当下 其实从我国寻求帮助才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法 根据我国公布的信息来看 截至2023年底 我国的铁路营业里程已经达到了15.9万公里 其中高铁的营业里程甚至也达到了4.5万公里 此外 我国在2022年年底时 公路的总里程也达到了535万公里 由铁路与公路相交形成的交通网 正在不断为我国的经济起到繁补作用 我国除了获得的基础建设成绩 以及基建能力能够折服他人以外 其实最引人注意的当属我们的信誉度 在2018年时 由我国成建的肯尼亚蒙内铁路就已经运行一周年了 这条交通线也为当地的经济增长贡献了1.5% 此前 我们在2017年帮非洲修建的长达13444公里的本格拉铁路 也在经历十年建设之后顺利完工 这些极具含金量的国际基建工程 就成为了我们提高竞争力的亮闪闪的名片 因此 如果说谁能够为虎头蛇尾的印度高铁基建计划重新补足的话 那我国一定是首选的一方对象 有能力不代表一定要强出头 现阶段的印度其实并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甲方 要知道 这条印度第一高铁的修建计划 早于2015年就已经制定实施了 然而 直到2022年时 当地的征地问题才获得了有效突破 在整整一年后 征地才征用到到了9成9的水平 可以说 近十年来 困扰当地高铁建设的不仅有技术 也有来自于官方与居民间的各种矛盾 除了影响高铁建设的显性因素以及隐性因素之外 场外也有许多因素 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印度的甲方资格 首先 印度方面在这两年的财政赤字有明显增高 在2023财年 中央政府的赤字甚至占到了DDP的6.4% 印度公共债务也占到了83.1% 可以说 印度官方就只差把没钱写在脸上了 不过 其实如果只是没钱也不算什么大问题 因为我们如今也帮非洲修建了许多基建 这些工程的回本也基本上是遥遥无期的 我们最需要担忧的 实际上是印度的国际信誉问题 只要稍微关注一下关于印度的国际新闻 就可以发现他们此前有许多耍无赖的先例 例如 印度就宣布过希望用卢比来支撑与俄罗斯的天然气交易活动 可通过交易虽然使印度获得了大量的资源 但莫斯科却因此积累了高达百亿美元的卢比 这些卢比无法在国际上与其他国家进行有效交易 所以拥有卢比的俄罗斯相当于吃下了一个大亏 无异于将难以技术的天然气拱手让给了印度 如今对比三年以前 印度的经济发展并没有效的改观 所以我国如果接受了印度的大单 也很有可能落入印方的陷阱 让对方空手套白的计划再次成功 总而言之 在印度官方没有提高自己的国际信誉度以前 我们甚至还不如为非洲的有邻国家多修建一些基建工程 从上述种种迹象看来 印度显然是个身怀二心的老奸巨华之辈 在同他国打交道时 他屡屡占便宜 赖账 声势 其经济简直是缺乏基本诚信的最佳注脚 这怎能不让谨慎的中方产生戒心 即便印度拿出了几百亿卢比的预算来修建这条高铁 到底能否全权兑现也是一味之数 近些年来 印度财政窘境不断加重 政府债务负担在不断攀升 本币卢比贬值更是一蹶不振 这无疑加大了其支付能力的风险 而国防开支正是印度亟待控制的一项沉重负担 放眼世界 印度在军备竞赛上一往无前 财政结局的矛盾更是日益尖锐 据统计 2022年印度的军费开支高达7600多亿卢比 相当于同年DDP的2.7% 但即便如此 其国防实力仍远须于中国 从历史借鉴 类似这种印度单方面对外签订的重大合约 往往是华而不时的空话 最终付诸东流 对于中方来说 面对如此精明的印度 如何确保这笔高达800亿元的投资 不会成为一定重金背后浪推前浪的牺牲品 一旦印度方面临资金短缺而中逐辽者 中方不仅是工程上的损失 更是信誉上的重创 因而审视度势 全盘全横利弊 中国直接也拒绝了印度这一请求 并且还回复 你想都别想 虽然印方的基建订单号称超过了800亿 但任谁都知道 这只是一个外强中端的说法罢了 有调查显示 近年来印度赋予人群 对公路和铁路质量的不满度 已经攀升至80%以上 他们无不厌倦地抱怨着拥堵 延误和安全隐患 对政府的基建投入显然是一无所知 事实上 这一雄心勃勃的基建目标 注定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而这恰恰是印度当前捉襟建筑的地方 印度曾试图动用国内工程资源自力更生 但因地制条件兼具 技术水平有限 资金短缺等种种原因而屡屡受挫 从2014年开始 印度就启动了耗资一万亿卢比的基建拨款计划 甚至直接叫嚣要超越中国 但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未能出现成效 仅仅200多公里的高速就已经穷途末路 最终只能求助于中国这个世界基建之王 毕竟 中国在高速铁路 港口机场等重大工程建设领域 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 拥有强大的资金 技术和人力优势 说到基建 中国却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 截至2022年 中国铁路运营里程达15万公里 占全球四分之一 高铁更是全球最长 在公路建设上 中国内地公路总理程达560万公里 全球领先 这些硬实力的背后 是中国基建工程的精湛技艺和过硬质量 中国高铁复兴号在设计和安全性能上 遥遥领先 时速达350公里 中国桥梁建造在世界上也赫赫有名 港珠澳大桥就是标志性杰作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